來 Po Magic Po Magic 今天我們請來的這位女主角 她帶來了她的五位好朋友 第一位要介紹的就是馬國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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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朋友你們再猜這位主角是誰 好不好 然後第二位是狄智傑 大家好 各位好 謝謝 好 第三位是周寧 大家好 我是周寧 好 所以目前看到三位好朋友 兩位是大家熟悉的人 那周寧應該是 這也不熟悉的嗎 他應該不是藝人對不對 周寧他算半個演藝圈的人 他算半個演藝圈的人 幾乎他演藝圈都熟 請看好 那你們對我 那你猜他的好朋友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來賓是誰 你覺得他們的好朋友會是 大概... 應該會不知道啦 不知道 還不知道 連想不到一起 就是張克帆那類的 對 對 周寧很有質感好不好 這樣嗎 好...那再介紹另外兩位 也是算不是藝人的朋友對不對 李思辰還有李愛軒 大家好 先用一個字形容你們心目中 這位朋友好了 周寧你先說 一個字 很難喔 好好想 真 真真的真 真 真 real 在透露訊息喔 real That's funny 很好笑 很好笑啊 好馬國先一個字 一個字啊 狠 狠 我也覺得 狠 對不對 OK的 好 狄智傑 看得出來 我剛才一直就是想要講狠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把它改變成兩個字 被講走 無良 對 你可以一個字啊 你可以換別的字嗎 你可以換別的字嗎 一個字 一個字 很貼切很貼切 講出來沒關係 很多啊 酷啊 不行消音 對不對 壞啊 這些都是啊 他會怕 棒 你虛偽 虛偽 噁心 棒 棒是不是 你虛偽 讚 好 那兩位 李先生你覺得呢 兇 兇 兇 對 也是 我覺得這個字也算 相信 李愛軒 殺 蛤 很殺 很殺 好 對 很 又殺 很殺 又兇又真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有關猛角的主題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感覺有一位大哥嘛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歡迎 今天這位好朋友 OK 坐在猴媽幾寶座的小禎 嗨 大家好 小禎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朋友的職業 是什麼好了好不好 馬國賢就是騙通告的嘛 我不需要介紹嘛 你直接 這兩位不用介紹嘛 你直接就是 假舞台劇演員嘛 對 周寧呢 是以前在我們診所上班 然後他現在 在內地已發展這樣 就是也是 醫學美容方面的這樣 那 辰辰跟艾軒呢 他們兩個是 真的有為青年 他們現在大概 台北市很多的套房 都是他們在出租的 對 這樣子 收租公 收租婆 對 好 所以你們跟小禎的交情 感覺後面這三位真的不錯 對 馬國賢跟狄智傑 如果沒有辦法說出一個所以然 就先請你們離場了 沒有沒有也是怕說 這一集通告費不能領 因為我們也是怕三位素人朋友 他們這個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下效果 你效果又好到哪裡去 國賢哥 其實是因為上通告都會碰到嘛 然後你就覺得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冷成這樣 還可以在演藝圈 你就覺得很想要研究他 對 怎麼可能有一個人轉台網 然後後來還翻紅 對 就是觀眾怎麼了 對 然後後來就變成說 因為像我們人妻 就有時候約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還是需要一些男生的意見 可是通常往往人家聽到 比如說小鐘哥 那個張克帆 他們聽到人妻的局 就掛電話了 然後就只有他 而且你不要看他是這樣子的 他其實跟我們出來聚會的時候 他是我們這一群的大姐 他就是大嬸你知道嗎 他就跟你聊得很細節 然後感情的是他還說 對啊我覺得那男的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會跟你聊得很細節你知道嗎 我懂我懂扮演小阿姨的角色 對 然後久而久之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其實很好相處 然後心又不壞 然後你就會漸漸發現說 他真的為什麼交不到女朋友 是因為他太雜念 就是他太細心了 他有對你做過什麼 最有益氣的事嗎 最有益氣的事喔 他每次出去其實都滿有益氣的 因為我跟他出去 我沒有一次是醒著回家的 你知道嗎 都被他灌醉 都被他灌倒回去 好幾次 然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常常到這樣子 真的 我跟你講很神奇 有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喔 就是我朋友出來跟我喝酒 我這個名聲也不知道怎麼傳開 我每一次就是每一次 比如說到了一個場合 然後可能我前面大家 已經喝了七雲八素了 可是可能是我最後兩杯 他倒了 每次他到醉的之前就是看到我 所以漸漸的這個名聲就傳出去 是 就覺得往往很狠 小禎真的有這個名聲 就是覺得每個人都被他灌醉 那這樣問好朋友 現場有被小禎灌醉過的請舉手 對不對 就真的每個人都被你灌醉 你怎麼辦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一點喔 等一下 我們上之前就說 有一個線不要踩的 就是說 不要講小禎喝很多酒 因為他有小孩都可以看節目了 會發現他媽媽很愛喝酒 對 我才不講說 我也在開夜店的 我也聽說 小禎很會灌人 我跟你講 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每個人看到我 像比如那一天 就是我們有一個上海來的朋友 他也是喔 而且是莫名其妙說 我只不過是拿起來想說 大家喝一下這樣 然後他就大家會說 我乾杯 但是我 我也沒有用你乾杯 就很莫名其妙 大家就會開始 尊敬你 然後別人自己就會過來喝喝喝喝 喝完就說 小禎一直灌我 我心裡想說 我灌得過到 所以 他自己的酒量本身好嗎 他可以這樣子 就是灌人家 他酒量其實蠻好的 就我這樣看 我覺得他酒量蠻好的 但是他勸酒的功力更是強 酒量有很好嗎 他不開酒場我覺得好可惜 那小禎有對你做過什麼 很有益氣的事嗎 有 他就是其實 不管我們 他多忙嘛 錄影到什麼時候 然後如果我們找他出來 他是一定會到 說到做到的人 可是我覺得是互相啦 因為他們也是 那真的有一陣子 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真的立刻 他們都是 還有人妻幫才華姐也是 他們真的讓我很感動 是真的 像才華姐 他們因為年輕人嘛 那才華姐有一次讓我很感動 是 有一次我在那個 酒店 然後 就那天有心情 不知道有Vicky啊 他們都在這樣 然後我那天心情很非常低落 然後 彩華姐喔 已經躺在床上 她附在三重喔 她已經躺在床上了喔 然後已經都卸妝了 躺在品文哥旁邊這樣 然後Vicky就打給她說 彩華姐 小禎今天心情不好 然後呢 彩華姐就這樣跳起來 然後就看一下品文哥說 小禎她 品文哥都接說 心情不好 Vicky 真的很有意氣 後來她真的就戴個帽子 鴨蛇帽 然後這些人就衝過來了這樣 你心情不好的次數多嗎 嗯 應該還好吧 前陣子蠻多的 蠻多的 我聽到場外人說還蠻多的 前陣子 前陣子比較多 前陣子就很大 因為次數不多 我們還可以理解 比如說偶爾起來陪你一下 可是如果次數太多的話 沒有 彩華姐也是 就那一次 對 對 可是基本上小禎 需要什麼 大家一定會立刻去幫她 因為她是一個 很有意氣的好朋友 所以 狄智傑 小禎有對你做過什麼 有意氣的事嗎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嗯 你不要那一副 關槍的樣子好不好 不是 反 會這樣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很想 今天也接這個機會 我想問小禎曾經 你有對我做過任何 有意氣的事嗎 完了 竟然 夠有意氣了吧 是不是 對我 她其實對我蠻好的 沒有啦 狄智傑其實很可愛 我們認識是因為 我們之前合作的一個節目 嗯 然後還有佩真啊 還有輝哥 對 對 我們就是一起合作的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她真的 蠻妙的一個人 就她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就會很怕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錄影到後面 我進去她都叫我阿姨了 很緊張對不對 對啊 每一次最早來 大家都在化妝室開始準備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一個阿姨 可能剛才更加買完菜 她不送她蔥的那種臉 她走進來 然後你根本沒有人敢惹她 所以一看到就是 阿姨好 阿姨好 那所以有幾次就會這樣子 就會私下會問說 小禎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就有一天跟瓜哥吃飯聊天 聊到這件事 瓜哥說你不要怪他 我就長這樣子了 所以她那個臉不是她的問題 真的 不笑本來就看起來比較嚴肅而已 我懂笛子姐 我懂你的意思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第一次見到小禎的時候 我也是說小禎姐好 因為我覺得她很像長輩 就是很害怕 對 她就是 然後瓜哥才說 她比你小好不好 我說對 我忘記了 會莫名其妙對她有點敬意 然後又是大哥的女兒這樣子 所以就很緊張 但是他們就私底下知道 就是因為我臉真的不笑就很臭 可是我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想法 我其實真的嗎 真的嗎 我先乾掉好了 就很緊張 我可能是站在放空的時候 所以我不會去 看到自己的表情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不笑的時候 就是很兇的臉 但是今天好朋友來了 他們要聊一聊 他們最受不了小禎什麼事情 誰勇敢第一 自己舉手先講 好 周寧來吧 其實還好啦 還好 你很虛偽 算了 各位 下一位 下一位 好 地主 屠宰主 屠宰主 地主大哥先說好了 那個小禎姐齁 沒有 因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她年紀明明是我們這群最小的 然後可是 每次出去的時候 又是感覺最受尊敬的 最大的 然後就直時來直時去的 然後假裝 每次假裝心情不好 然後叫我們大家出來喝酒 然後碰到的時候 又開開心心情 最嗨又是她 對 這是真的 小禎你今年到底幾歲啊 28 她才28歲耶 好小 那換一個太太講看看好了 好不好 艾萱你說說看 其實也還好耶 大家不要害怕 既然都來上節目了 還是要換Vicky上來 Vicky 對啊 沒有 其實我最要勇敢的站出來 真是 對 Vicky你說 身為小禎好友的Vicky 會爆什麼料呢 黎智傑和小禎對戲 竟慘遭惡整 這傢伙 不廢劇本的 一些人就有這種才華嘛 就是 我說出來大家評評理 好 比如說一個場景 我在吃早餐 吃完早餐 我說我要上班了 她進來串門子 她就忽然說 你老婆幫你準備早餐 你不吃完喔 問題是 我覺得那天早餐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啊 妳好啊 問題在哪裡 到底狄智傑吃到什麼恐怖料理 讓她記恨在心呢 好棒 保證你今年到底幾歲啊 28 她才28歲耶 好帥 那換一個太太講看看好了 好不好 艾萱你說說看 其實也還好耶 這樣 大家不要害怕 既然都來上節目了 還是要換Vicky上來 Vicky 對啊 沒有其實我這樣勇敢的站出來 對 Vicky你說 你 不要再說我沒梗欺負我了 這 好弱喔 我的天啊 這個我要幫小禎講一下話 Vicky 你真的沒有梗啊 不是 而且她每次都說我說 你不要在馬國賢附身了 真的 我跟你講你應該起來幫她說話之前 你要聽聽我們怎麼講她的 而且這句話還不是我講 不知道是誰說你馬國賢上身 李佩甄說的啦 說你每次都馬國賢上身 怎麼還不退嫁 對啊 小禎你看你給你身邊人壓力多大 她本來要講她受不了你的事 講到她自己沒梗耶 你看她們她還是多愛我 我 不是 那我請一位長輩 甄莉姐 甄莉姐 你說說話好不好 我最受不了的小禎就是 她們喝酒都喝到好晚 所以我都要跟到很晚 對 因為先走會被罵 我也是很怕她的 對 不要以為我是甄莉姐 其實我也很怕她 蛤 其實每次要拖到那麼晚 我其實也不願意 但是小禎你也知道她的個性 就說好啊 你現在要走是不是 是朋友就是今天了 就是那個樣子又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 但是我每次都很希望你就說 對 就是今天了 我好希望 你們在心情不好是什麼 沒有 那只是藉口 那只是藉口 對 小禎 你在心情不好什麼 你明明每次看到你都很華異 你講我 所有人就不要再拿我心情不好做理由 要出來玩 要出國了 對 會不會是因為人妻都需要一個藉口 就是比如說小禎心情不好 所以她才可以出去 對啊 你知道我好幾次接到平衡哥說 你又心情不好 我 對 我心情不好 本來很high很開心 就 是我心情不好 所以算是人妻認識小禎也不錯 藉著她可以帶領大家出去玩的機會 多多出門 但是我覺得像她這種就是 看起來比較堅強 比較剛硬的女生 如果真的比如說 看到什麼新聞 是她的新聞 你們會敢跟她講嗎 或者是 如果真的是想要問她心情怎麼樣 會直接問嗎 我問過一兩次了 對啊 就是大家會聊一下 其實我覺得比如說 小禎的那個個性 我覺得旁邊的人啊 會很想關心你 可是 因為你明明就看她很好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敢問她 但是我真的 如果我是外人看小禎 我會覺得她是一個很 為什麼她會給我那麼成熟的感覺 是因為我覺得她很年輕的時候 就要面對很多這些大人世界的事情 不管是你自己的也好 或是爸爸媽媽的也好 所以現在你在看到這些新聞 還會不舒服嗎 其實說實在的話 我其實會煩或是會覺得 不能用不爽兩個字 就是覺得 只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新聞吵到一個夠了 我連自己都煩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來煩我 然後我就覺得說 本來家務事 不是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就必須要提出來給大家都知道 每一次記者看到 就是問處理到什麼階段 處理到什麼階段 為什麼需要我再去跟你講這些 我就不想講 那當不想講的時候 又會好像記者朋友就會覺得說 你很拽很大牌 又加上如果臉又一垮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看不好仿什麼什麼的 那我們就很兩難 多說一點 就被民眾罵說在草新聞 少說一點 又被記者講說我們在臭臉 那你要怎麼去衡量這個東西 那有些東西是真的不好講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 它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決定的 如果是它一個人就可以做決定 我相信其實這件事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常常大家有時候喝酒 或是怎麼樣的話 其實那都是一個 一種我覺得一種抒發而已 對 那我希望把話題拉回到 剛才我對他不滿的部分 你還要拉回到這樣 你還前面這樣拉 你繞了一圈 你不講完了嗎已經 而且你跟他講話 我以為你是總統府在發言 你知道嗎 我要抱怨是工作上的事情 這傢伙 不被劇本的 一 來 這個跟誰很像 你 是嗎 而且因為我們 我希望你不會跟他 這樣子這麼沒義氣 後面來抱我料 這樣子好不好 我的料好多 一年後 而且因為我們中間是不停機的 就是導演不喊咖的 所以我們就是 你在現場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自己想辦法把它圓完 就把這一切處理掉 因為你們之前那是情進行劇 一些人就有這種才華嘛 就是一來就OK了嘛 對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比較輕鬆的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知道大概大綱 然後你只要自我自我 因為其他的演員 就我跟佩蓁已經默契好到這樣 輝哥又是很專業的 那可能那一個另外一個人 就是可能有點受不了臨時反應 沒有辦法頂住那種 硬硬的感覺 真的 迪士捷 你演這麼多 舞台劇 你還沒有辦法臨場發揮 沒錯 這我應該要做的 但是我說出來大家平平理 比如說一個場景 我在吃早餐 然後佩蓁是我老婆 所以她幫我準備了一個早餐 我很高興才吃早餐 吃完早餐 我說我要上班了 她進來串門子 進來說 你還沒走啊 我說對 我要離開了 然後一切就好 就走了 她們有繼續戲要繼續走嘛 她就忽然說 欸 你老婆幫你準備早餐 你不吃完喔 問題是 問題是那天早餐 是一個這麼大的饅頭 跟這麼大一斤 吐司啊 是吐司 我永遠記得 我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在後面standby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到前面 因為這一段也是佩蓁自己家的 那大家就想整她啊 因為她就是在那邊吃吐司 然後就喝牛奶 喝到她已經這樣 然後所以就說 老公 老公你準備的吐司很貴耶 你要把它全部吃完 牛奶要全部喝完喔 可是這根本不在劇本裡面 然後她的那個麵包就是漲大 她就整個就是一直要吐出完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後面聽到就覺得太好笑了 她好不容易這一段完 她以為她這個結束已經過了 有沒有 結果沒想到我一進來說 欸 而且妳怎麼不把妳老婆的早餐吃完呢 牛奶要喝完呢 我 這還蠻好玩的啊 再來就是 我的太太呢 她是做菜做得非常糟糕的 可是她有時候又會想要表現一下 所以她有一次又做了一盤炒豆芽 那這個菜呢 他們就工作人員特地到了樓下鐵板燒 請廚師炒一盤 她這一輩子炒過最難吃的豆芽 連我們工作人員都很入戲喔 其實你就去炒一盤普通那個豆芽 沒有 她說請你炒一盤 你這輩子最難吃的豆芽 然後豆芽非常的鹹非常的辣 非常的苦 然後那個煙燻味又非常重 那個劇情是每個人吃一口 然後就忽然發現說 原來你做菜這麼難吃 大家的表情就一個一個特寫 原來劇情是這樣 然後我是一個吃嘛 我一吃我就 哇 她就說好不好吃 我說我老婆做的東西當然好吃 這也是家的 她說吃完 然後她就整盤在節目上被我餵完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啊 妳好啊 效果非常好 問題在哪裡 沒有問題 這抱怨什麼 問題在 也許那場我錄完之後 我就要去洗腎了 她真的生氣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是小禎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很喜歡 可愛是不是 可愛 對 真的可愛 因為妳永遠猜不透她下一步想要做什麼 還有一個劇情是我跟我太太吵架 吵架讓我跟她道歉 她就走過來說 妳怎麼可以原諒她呢 垂她 然後她就開始打我 打了大概三十幾拳 而且是用力弄 大家也知道她的身材 太太弱不驚風 太弱不驚風 太弱不驚風 那個還蠻 就她的自由風格 我真的覺得 很棒 很棒 越講越哽咽 但狄智姐 我必須要說 我有看過那個情境喜劇 我覺得她用的這個哽 會讓你顯得 就是很可憐 可是很可愛 是 沒有沒有 對 所以妳要謝謝小禎姐 對 不應該是抱怨她 謝謝小禎姐 是 這不是抱怨 謝謝小禎姐 她一直丟球給妳接 對 是 讓妳有表現對不對 是 小禎今生最大的遺憾 就是無法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她非常的貼心跟懂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會更難過 有一次我去日本 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就帶著她 她一路上已經一直在說 我好想爸爸 回到飯店 房間門鎖上我也崩潰 我就把她抱起來 我就說 媽媽真的只 這只剩下妳一個人了 哇 好麻吉 因為我們發現 如果讓她們自由發揮 在小禎的淫威之下 她們可能有事 但是不敢講 對 所以我們就只好應景地 做一些欠 如果回答小禎覺得 這明明一個很好的故事 怎麼被妳講成這樣 就請她們來吃這些 有的沒的 補品的人 好 那麻吉大哥 就是先讓馬國賢來聊一聊囉 好不好 我幫妳抽八百塊的 最貴的 抽那麼貴的 最貴的 裡面最貴 應該是最麻辣的問題 這個 這一題才值八百 對啊 這題八百而已 其實是滿好賺的 好像有過一次 一次哭得比較嚴重一點 那是在唱歌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在酒精的吹花下 然後又聊到一些事情 然後剛好點了一首 歌名我忘記是什麼了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 聽到一些歌曲旋律的時候 他會想到一些 過去的一些 目前回答得很爛喔 繼續 我講得很真誠好不好 真誠但你要講重點呢 對啊 為什麼啊還是什麼 他就是 那時候我們喝酒嘛 喝到其實也滿晚的 然後可能是點了 又不知道什麼歌 聽到然後就突然很難過 可能就開始在哭 然後他哭 然後後來李佩甄看到 也跟著哭 然後佩甄看到 我看他們倆哭 我就 我就 我自己也默默去流下眼淚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我看他們哭 小阿姨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嗎 你內心最敏感了 看到那個妹妹哭喔 小阿姨也哭 對 為什麼在哭啊 那一次我好像是 小孩 想小孩的事情 對 所以為什麼佩甄才會跟著哭 她大阿姨我也不知道 小阿姨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跟著哭 沒有就是那時候擔心說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狀況 然後以後看不到小孩 然後我就會擔心說 因為我就會把 習慣把事情都想到最糟 然後我就會想說 如果沒有辦法看到小孩的話 因為我一天沒看到小孩 我都會很想他 那 而且 那時候身邊那麼多 身邊那個什麼 女藝人發生了 離婚之後 可能小孩就被帶走 或什麼 我就很擔心 我就很怕這件事情 會在我身上發生 對 所以那天就當然 就是一直 就哭了這樣 那當然就佩甄他們 因為就都有小孩的人 她就會覺得 媽媽都知道那個感覺 對 她就開始 我懂 然後她也開始 我懂 然後小孩 媽媽的荷爾蒙都失掉 容易哭 對 然後中妮都說 我不懂 對 我好敢哭 我也會哭 你也會哭 我看不到我小孩我也會哭 對不對 真的 你現在還有常跟他們見面嗎 我沒有小孩 我沒有小孩 但是我們說 我也會哭 真的喔 對 這樣想起來就 其實滿複雜的 不是那麼容易 對啊 我覺得小朋友是很貼心的 他知道 他可以感受 雖然大人沒有跟他講 但他可以感受到 媽媽的情緒 他會 還特別想要照顧你 他非常的貼心 跟懂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會更難過 如果他現在是天真無邪的樣子 我就覺得算了 可是他就會變成說 這整件事情的經過 他從一個是好像很天真無邪 然後 有點被寵壞的小女生 然後一直到慢慢的 他會開始 會 比如說自動自發去搜東西 然後去自動關心別人 然後會關心媽媽 然後有時候 比如說他爸爸打來 就說 爸爸禮拜天帶你出去玩 他就會 然後你等一下喔 媽媽 爸爸禮拜天要帶我出去玩可以嗎 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就問說 那你禮拜天要幹嘛 我說 我就在家裡吧 然後他就這樣想一想 他就說 不行耶爸爸 媽媽一個人我要陪他 他就會很貼心 然後你就聽到這樣子 你會覺得說 就覺得你好像很對不起他 然後就覺得 怎麼會逼他 要趕快快速成熟到這個階段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很多複雜的情緒會在裡面 那你又不能把小孩子 有時候小孩子會 你知道我天真 然後就會問說 為什麼爸爸媽媽不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你跟爸爸不是結婚嗎 那為什麼你要住在這 爸爸要住在那這樣 對 他就 現在是在哭了還是老爸油 老爸油啦 對 他就會問這種問題 那你就一開始 已經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那後來慢慢漸漸 我也就 直接就是 用比較大人的方式跟他說 我就覺得爸爸媽媽不適合 那我們還是很愛你 那我們對你愛不會減少 而且身邊有這麼多人愛你 對 那其實有一次他最令我心碎是他在 我們跟佩真他們去宜蘭玩 那因為座座也在 他老公也在 全部帶小孩 那就只有我一個人帶小孩 然後就玩一玩呢 座座就 座座後來就來了 就是我們在游泳池的時候 我們先去花蓮 然後座座後來來的 然後我們就在游泳池那邊玩的時候 座座就在幫他小孩穿衣服 然後呢 那個 Emma在旁邊 可能也累了 他就在旁邊看了 他就開始大哭 他說 然後就開始會躲在座座子底下 就會哭啊 因為佩真 那個座座就在為他小孩吃飯嘛 然後他就會開始一直哭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講這件事情 那變成這些情緒你都要自己吸收 然後去還要顧到他的情緒 那可能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我做不到 因為一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去日本 我們兩個人 然後 我就帶著他 他一路上已經一直在說 因為我們剛剛分開那段時間 他會 很不適應 比如說 那大人也有點錯 就是比如說他可能在我這的時候 我會對他很好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他可能會買玩具給他 或是甚至可以晚點睡看卡通 因為兩邊就會想要討好他 然後他就會變得有一點開始 為什麼我在爸爸那邊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罵我 為什麼媽媽你都要罵我 然後結果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就我們兩個人嘛 然後他就會吵 要買東西要幹嘛幹嘛 我就說不行 欸媽你飯要趕快吃掉 我只要每次講這種話的時候 他就會說 爸爸比較愛我 爸爸對我比較好 我好想爸爸喔 我只想跟爸爸在一起 後來他就講了一整天你知道嗎 那我就累積那情緒已經累積到一個 結果就覺得 你怎麼會一直在跟我講這種話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去跟你講 然後後來是回到飯店 因為他真的鬧到一個不行 我回到房間門鎖上我也崩潰 我就 我不是大哭喔 我是對他大叫 我就罵他 我就說 你不可以再講這種話 你知不知道媽媽有多愛你 我說你每一次這樣子 吃飯不吃完 然後吃飯就這樣跑一跑去 媽媽是為了你好 我才要教你 如果媽媽不愛你的話 隨便你 以後你就讓人家討厭 然後他就被我嚇到 因為我音量很大 後來他就站在角落哭 他就已經 哭到那種 哭到這樣再哭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 梳妝台這邊 那我就罵完之後 你知道就覺得很心疼 然後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然後我就 後來他就好一點了 他就自己走過來 他說 媽媽對不起 以後會乖乖的 我會孝順 他怎麼那麼懂事 他很懂事 然後後來 他這句話我就不行啦 我就把他抱起來 我就說 媽媽現在 只有你一個人 你如果不愛我 沒有人會愛媽咪 我們是親情的愛 以後 這輩子可能也是 剩下我跟你 我說媽咪要罵你 不是故意的 我說我真的很愛你 希望你以後可以 變成一個很好的人 所以你現在就看著媽咪 我說我真的 這只剩下你一個人了 對不對 我說你回到那邊 你有爸爸有夜脈 可以陪著你 可是我跟 我的爸爸沒有住在一起 你回來也是只有 我們兩個人 所以我都一直在跟他 講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他一直 還不敢把我一個人 放在家裡 他就一定會確定說 我今天要幹嘛 要工作要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他 他非常的貼心 然後又讓我很心疼 因為畢竟是我們之一的錯 把他 把他弄成這樣 不會的 其實我覺得 單親家庭長大的小朋友 他也會有不一樣的體會 他可能會跟別人 比別人敏感 然後他得到的是 雙倍家庭的愛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太擔心小孩子 你應該要顧好你自己 然後你現在還很年輕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個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 然後你應該很高興 這麼年輕 這麼辣 就有這麼可愛的孩子 對啊 真的很恐怖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對啊 會很多人愛你 你不要想太多 對不對 瓜哥是一定要愛他的 沒有 他說只有你一個人會愛我 但是這種事你可以跟瓜哥講嗎 他聽得懂嗎 他知道啦 他其實也很心疼 可是我覺得他也不想要去介入太多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要自己學著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他也有時候也會很 他當然有時候會很心疼 也會很難過 可是他就是必須 必須的 這是必須爸爸媽媽 一定要在旁邊看著經過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小禎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就是我看到他每次帶他女兒 然後我常常看到他PO照片 都是跟女兒在一起的 然後有女兒的媽媽 我覺得小禎是很快樂的 對 所以一路的祝福你對不對 但是爆料還是要爆 因為製作人說 還有四位 好 那我們再抽一個好不好 所以我這個算過關了嘛 對不對 好啦 那這一題先過關 我覺得題過關 小馬沒有過關 小馬 對啊 我覺得你應該 等一下如果大家都過關 我們就懲罰小馬就好 好 好 小禎開除則有條件 迪志捷徑毛遂自見 說真的 有沒有哪一類型的 對 這種男明星是你覺得還滿欣賞 我會幫你安排 他這邊很多耶 冷靜一點 他這邊有很多單身看 冷靜 為什麼要冷靜一點 女兒還小 女兒還小 搞不好我們找一個超帥女 女兒也喜歡的 喔 我未來的爸爸 Yeah 高高他最欣賞推的男藝人是我 狄智傑會有什麼驚人的告白呢 好 好 好 那狄智傑你幫他抽一題好了 好 好 我們都抽最貴的吧 從貴的開始 六百 六百的 好 謝謝大家 小禎有說過欣賞哪個圈內男藝人嗎 好 這個馬國鞋在旁邊可以有一點貢獻 也OK的 對 小阿姨好不好 你剛剛表現得不好 在剛才大家講了這麼溫馨的一段話之後 我現在回答這題目 沒關係 剛剛好啊 有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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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會幫你安排 他這邊很多耶 冷靜一點 冷靜 他這邊有很多單身汗 為什麼要冷靜一點 對 女兒還小 女兒還小 搞不好我們找一個超帥女女兒也行 喔 我未來的巴巴 Yeah Yeah Like代幣摩爾跟艾希頓酷奇這樣是不是 他說 他說他最欣賞圈的哪一人是我 你 我就說我正想 你喝掉 你 天啊 這個沒辦法 這個一定要 我說這 我會說這是有證據的 你講錯話罰一杯 罰一杯沒問題 但我說這話是有證據的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來看了我的話劇表演之後 他給了很高的評價 然後我也很 那時候得到很大的鼓勵 然後他就說 哇 真的非常非常欣賞你 這樣 這是可以的吧 我那時候看完 跟他講說 我看完三人行不行 我就說 哇 狄智傑 沒想到你平常看起來鬧鬧的 但是你還真會演戲 好 我罰 你不要再講了 我錯 我罰 對不起 我罰 你不要再講了 狄智傑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因為講成這樣 他都說 喔 狄智是告訴我 他很欣賞我 這樣是不是 好吧 就是他在三人行不行裡面 他會演戲的人 真的是很帥氣啊 是啦 可是你在底下 就在吃頓飯就 就好了 倒不至於吧 好不好 那小禎你覺得喝苦茶 還是喝檸檬汁 還是哇沙比 剛剛不是說一排嗎 耶 一排 好啦 可是我還是堅持他 最欣賞的是我 各一杯好不好 我各一杯 兩杯好了 我各一杯 謝謝 我覺得這可以有一個 一種combo 其實這個也還不錯 就是 譬如說 苦茶檸檬嗎 混合的好不好 因為這樣端過去還滿麻煩的 那是苦茶檸檬嗎 苦茶檸檬應該會滿好喝的吧 這 真的嗎 你也滿狠的 結果原來我們這是一個料理節目 是不是 對 你喜歡苦茶多一點 還是檸檬多一點 很貼心 我在問耶 苦茶多一點 謝謝 苦茶多一點喔 好吧 最近上火 你過去幹嘛 去慢慢講 不好意思喔 小禎姐來了 小禎剛剛整套很開心 看到吧檯就忍不住要過來 是不是 小禎姐特調不好意思 稍等一會兒 是是是 謝謝 舒服 哇 這個 對 Margarita 有沒有旁邊弄一圈的感覺 先喊一口哇沙比 哇 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們稍微有幫你哇沙比 拉拉耶 是是是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嗆了 是 謝謝 那因為如果你怕嗆 上面還有一塊餅乾 可以搭配 還這麼漂亮的服務生 謝謝 盤給你 還是你怕哇沙比太多 要不要來個片生魚片 沒關係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哇 如果我喝完 你願意說 在舞台聚見 你就欣賞我嗎 好 你好卑微 你怎麼這麼卑微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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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那個新紮餅 我跟你講 舞台聚我最欣賞你 舞台聚見我們最欣賞你 舞台聚我也最欣賞你 還有三個 真的 謝謝 這樣可以嗎 我都欣賞你了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真的是 我欣賞你 我欣賞你 原來你們在開玩笑 不用全部喝完嗎 對啊 我剛剛其實覺得應該 你會喝一口就帥 沒有 我們沒有開玩笑的 我們節目哪有在開玩笑的 這樣子喔 好 那但說真的 有沒有哪一類型 不要說哪一位 哪一類型的 這種男明星 是你覺得還滿欣賞的 圈內男藝人喔 現在有很多種 不是這種你欣賞 就是喜歡他的東西 你想交往 對 比如說好 黃麗行 陳柏林 對 待會兒弟弟 好 這講我認識 因為黃麗行這種 我們比較好處理 陳柏林 現在是要以好處理 方便出發對不對 怎麼樣都好處理 不是啦 好處理的意思是說 圈內這麼小 對 已經找得到 沒事就是說 對 這一類的 我喜歡的男生是比較高 然後 比較 怎麼講 就是健康型的那一種 不是那種美男 你講得壞壞的嗎 帶粗曠的 帶一點 我覺得一定要是夠 太聰明的 聰明的男生 然後又要夠幽默 對 然後又要高高的對不對 重點要很喜歡小孩子 是 對 喜歡小朋友 而且要會唱情歌 還要會唱情歌 他真的超會唱情歌的喔 他還會唱情歌 不是我 不是啊 我是說他會 他很會唱情歌 差一句啊 那李聖傑那種啊 李聖傑我給你穿緋文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很瞎 因為他一點都不用我啊 李聖傑喔 對啊 對 只不過是去 你知道那個 麻吉大哥你知道那個 緋文有多誇張嗎 我只不過去跟他打個網球 而且 照片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女生喔 也沒有拍到照片 就說我們兩個傳緋文這樣 打個網球 對 有可能 打網球 網球 誰會跟人家打網球的 他是教練 他是教練 對啊 所以跟你教練有交往 你現在到底是 在缺哪一杯 李聖傑應該不大可能 對 不是你的菜 不是你喜歡的那種 有了 受罪呢 高的 然後運動型 然後幽默風趣 誰 小蝦 小蝦 是不是 你跟我過來一下 等一下 李思辰捏起來 他也想要一個人 你跟我過來一下 你跟我過來一下 看你是要跳著喝 還是要打著吃 小禎姐 可是你的朋友 他也說他喜倦的小蝦 你也出來一下 你也出來一下 沒有沒有 小禎姐你喜怒 今天請坐 你喝一杯嘛 你這樣這樣火 我覺得你現在火氣有點大 小禎姐 小蝦是 中到了還是太遠了 太遠了啦 真的嗎 我覺得他挺可愛的耶 那你 那你離婚跟他只要消耗 哈哈哈哈哈哈 丟膏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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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寧 周寧 你要幫周寧抽一題嗎 你說 越便宜的越火辣 所以33塊 對 對 33塊 怎麼會有3塊錢啊 33 怎麼製作單位啊 我也不知道 奇奇怪怪的 是有在 稅外的價錢對不對 這個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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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經看過小禎 前夫 如同雜誌爆料的私生活嗎 哇 這題滿猛的喔 周寧好好回答 周寧 你好好回答 我覺得這個題目 根本是為我設計的 因為周寧以前是在整座上班 我看到的是連續劇 這個 這個 周寧究竟看到什麼 宛如連續劇的情節呢 哇 好迷 我看到的是連續劇耶 那個 不要再逼我好嗎 因為我已經離職了 不要再 你是因為看太多才離職啊 其實我比較想問周寧的是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看到什麼 那你會選擇要跟你的好姐妹講嗎 不然我怎麼會離職 所以真的有看到 就是沒有他們沒有很掩飾的 或者是 蠻大方的 讓你們看到 你那一題就33塊 我真的不懂 33塊我給你50 你不用找 好啦 周寧過關了 他算是有益氣的 對不對 好 那下一位我們來問小地主 沒有周寧那麼活賴的問題 他這樣都可以過關 搞不好你的問題 李士誠你看不下去了是不是 你覺得他不應該過關是不是 李士誠那你就繼續講 還好啊 還好啊 我跟他沒有耶 老實說 我跟他沒有吵架過 或是疙瘩的 因為他 他是一個直來直往的個性 欸 我要澄清一下 其實大家看我外表人 其實我是個俗辣耶 我真的是個俗辣耶 所以你就是看到 然後你就是默默的 還是正義就是你閉一隻眼這樣 其實要比兇起來 如果真的是喝醉酒 會敢去跟人家吵架 他們兩個都比我敢 真的 真的他們兩個都比我敢 耶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 那如果真的給你遇到 正面遇到 你是會怎麼樣的人 我可能會是先閃的那個 就是趕快離開 裝作沒看到 我就不想鬧事啊 就覺得說 我所謂鬧事的原因是 可能是我身邊的好朋友 會因為太意氣 或是 我不知道這個人有幾分罪 或是什麼樣 或是可能旁邊看到 我就會想到很多狀況 我就覺得算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小禎反而是 看起來很大聲 其實他內心是 其實他很怕事的 很希望大家和平一點 對不對 很怕衝突 OK 所以真的沒看過 那要不要 需要補一題嗎 補一題喔 還好吧 這就給他老婆嗎 好 這給太太 好 那我們請太太為我們選一題 現在小禎的身旁有 沒有追求者 其實有也沒關係對不對 其實那關還是可以有人追 我可以看一下那一題多少錢嗎 300 300 300啊 比33多嗎 投資報酬率算一下 那是33萬 那是300萬 有 有 有啊 有 其實我們周圍的朋友啊 或者就是 其實有很多人就是 很欣賞小禎 但是 就是其實都 還是會怕怕的就是 可能因為 一些其他的原因這樣 目前對我來說 我才剛講說 還好不容易把小孩子 這部分的情緒 好不容易先慢慢的 讓他理解 我不可能說現在就 有 有 對 那一個我要怎麼去跟他解釋啊 所以妳慢慢來 我覺得慢慢來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 急不得啊不能洗啊 對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心態 要最健康的時候 談戀愛最好 否則對彼此雙方都不會是加分的 所以有追求者很正常啦 對不對 追求者很多嘛很多 年輕可愛 對 是小禎還不要 最後我想要問一下大哥 因為我們都答完了 那你覺得馬國賢還需要處罰嗎 一定要 還要欸 我還幫他補話我還要喝喔 他還要 還是說你就讓他再打一題 再給他一個機會好了好不好 最後一題了 好吧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好不好 要不要打 好啦我答啦我答 你想你想答還是直接喝 我答我答我答我 我覺得直接喝還是不想 但是你這題如果再不好的話 雙倍喔 我不想跟這題是講 對就雙倍啦 我如果答不好 兩杯口才我喝掉 好 一句話 不好 來 妳不要害怕我 經歷過前陣子的風風雨雨 身為好友 覺得小真心在生活過得快樂充實嗎 在他身邊的這些朋友 其實我覺得都滿挺他的 因為最主要來自於 他自己本身也很 你現在 你講 你繼續講沒事 對 因為其實小真對朋友 其實算是很意氣的 是是是 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很常一個人在家 幾乎都是小真打電話來 我 你不能講 可以喝的 你剛聽的 你先喝一下 你喝兩杯 不然你好朋友在旁邊 我幫你給自己兩個喝好不好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你剛喝的檸檬再加點苦茶 才那個綜合一下 OK的啦 真的啊 我覺得我腦袋進水是不是 不是 你看起來也不像有苦茶 你拚了啦 你表現一下 我表現一下 對 來了 我終於有梗了 我的梗是喝苦茶 喝兩杯苦茶 BOOM 等一下 空腹喝苦茶不好 先來兩片那個 兩片蘇打餅乾 謝謝 真的嗎 不用 我發現你們人真的都好好 好 哇 你只可以喝 真的很苦啊 真的是綜藝節目效果 要假裝很苦很苦 真的很苦 真的很苦 一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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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你這個幸福了好不好 我乾掉了 好 很不甘願耶 哇 不甘不甘願 而且馬國賢真的是小阿姨耶 為了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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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啦 一杯就好了 可以 好了啦 那今天真的很多的好朋友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小禎的故事 那主要原因是 我覺得大家都很關心小禎的狀況 她是一個很善良的女生 也很勇敢 所以我相信 善良的人一定不寂寞 身邊有好朋友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愛你的人 所以一定會很幸福很快樂 祝福小禎 謝謝 小禎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來